好 另外我們來問一下我們春國答案謝老師 謝老師真的是一路走來 始終如意 這個目前的今年股息剛剛算了一下 好像是領200多萬嘛 對不對 差不多 好 差不多 到今天我們這個應該 整個市值是在往上走的啦 因為今天股票大漲 今年成績當然老師滿意嗎 你會再做什麼樣的調整 今年還好啦 最主要就是說因為 去年 應該算是去年 那時候因為COVID-19的關係 加上那個保險 金融股比較不好嘛 所以今年本來預期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在預期之內就還好 表現 那加上我的春股 今年又正好碰上前幾個月的AI大風暴 就又衝上來一下 所以等於是意外的驚喜啦 對 老師是給大家很多記憶 你看他45歲開始春股20年 春了20年資產成長20倍 哇 等於是平均一年一倍的這種成長 這就是 哇 這個 不叫一年一倍 一年乘以一個那個年的數目 不能說乘一倍 乘一倍那就很恐怖了 好 20年 20倍 然後目前今年總算最高 6700萬故西 200多萬 這筆退休金應該是好很多 當然 當然 存股名單金融股 電子股 食品股都有 那現在手上的兩成以上是電子股 那你現在金融股分你還是繼續存對不對 對 金融還是有 雖然金融今年配股配型不好 而且在這邊講說 股價成長性也好像比較低一點 但是我就用我增加當數 就把它又等於是回沖回來 反正我有閒錢沒有其他更好的標的的話 我就去買金融股 然後把股數增加 所以成長有三種 一個是股數增加 一個是配息會增加 一個就是那個 市值在增加 對 資產會增加 就是股價增加 那這三個中間 只要發生一個的話 就狀況就蠻不錯的達到預期 OK 所以你這段時間 你自己有做什麼樣的調整跟配置嗎 做什麼 調整 你有在增加嗎 你有錢都買什麼 有 有一點點 像最近因為 情況比較混沌一點 搞不清楚的時候 我的增加的策略就變成說 有時候我會把我今年配的一些零股 我看的還不錯 我就給它買 把它填成整數 這樣子乘上來 那還有就是像譬如說標股的話 像我的紅基 已經有這麼多年了 紅基你有很多 紅基買多久 我不曉得我成本在17塊錢 大概就是紅基當年 是老董事長說出來 再要救一次 他第三次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我也支持他 我就開始買紅基 那紅基這一波標上 你會想賣嗎 沒有 我看看他到底會 真的明年才會反映出 AI的 他的配股配期的狀況 如果配股配期狀況 還很理想化我會 不但不會賣我還會再增加一點 再增加喔 因為上一波老師也有很多 偽創加勢答案 但是你一張都沒有賣 先回頭快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那賣在高點也不錯啊 對 但是誰知道 我現在在自我安慰 就假設說我是當年 你五六十塊買到台積電 你沒有再一百多塊賣掉 你現在五六百塊不會後悔啊 那如果你那時候賣到一兩百塊 你沒有再買回來的話 你大概會很後悔 那我再希望說 我的偽創會不會像當年 台積電那樣 稍微爭氣一點 不一定要全部 只要一半就好了 只要一半就好了 你這些都不賣 對 目前的策略是 偽創不賣 偽創不賣 加斯達不賣 紅基不賣 不賣的原因是因為 我持有成本也夠低 那他如果配股配期 配的還OK 而且逐年在成長的時候 對我來講我沒有期的 要把它賣掉的這種理由 因為我們變成現金 現在回頭了 如果我手上握的是現金的話 我沒有利息啊 我利息等於是沒有了 對 所以這是我的目前的策略 繼續等明年 好 金融股呢 金融股的話 我金融股其實狀況也差不多 有些人都在換股啦 我那時候是 因為我的永豐金和我的國泰金 是當年一個是四華 一個是建華 這樣子配過來的 那配過來之後 我就觀察 說起來國泰金配的比較 稍微摳一點 那稍微摳一點 那時候我看到國泰金 跟富方金的價錢 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就把它換過去一點 我做一個實驗 看看這樣換過去 會不會我的股利 利息會比較好一點 那但是在中間 因為我永豐金 真的比較多的原因 是永豐金那時候到了 跌到它不是十塊上下的時候 我覺得它已經夠便宜了 平均成本兩塊八耶 兩塊八這個中間有一點是 是因為我從那個 建華金過來的吧 建華金過來之後 它轉過來之後 那一點股票是 好像成本變成零了 所以這個稍微有點低估了 但是我的成本應該 大概還不到十塊錢的樣子 那當然我還是逐年的一個原則 就是我觀察這家公司的 營運狀況有沒有逐年在成長 因為最近好像有紅金也不錯 所以我就陸續慢慢就把它增加 增加持股 那當然我這裡頭 所有的最多的還是預算金 那預算金多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我張數多了 然後第二個 預算金因為逐年都在配股票 然後另外它還有再加上增資 所以我這兩三年 就等於是滾起來的張數變得很快 很快 那我當然是希望明年 因為它經驗已經恢復了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希望看明年預算金會不會 有人一氣之下預算金都把它出清了 你沒有 也沒有 還繼續留 我現在目標看可不可以先存到500張 OK 所以以上這一些都繼續加碼不動 對 我存股的原因就是說原則 就是當它公司沒有變壞 或者沒有更好的標的的時候 我儘量不會去減少我現有的持股 好 那我們看一下傳產股的部分 台塑南亞保存這些是老是存很久的 比重蠻高的 但它都是配息高 但是成長感覺比較弱一點 那一般人都是會等這個景氣循環的回升 那你會不會想說要先換股呢 目前換股的原則就是說 我今天留的 發覺有另外一個更好的 如果兩個價錢差不多 它配的股息會比較高一點 我才會換 那這邊沒有換的狀況是 像譬如說台塑南亞 我以前都是在 它跌破大概將近30塊的時候 我就會加 它沒有跌破我就不理它 然後就這樣陸陸續續慢慢存起來的 一個從兩張 一個從四張開始的 但是你像大統一這幾年都 固定在6塊錢配息了 對 它價錢也都在140左右 這邊上下 那是合理 所以我並沒有再增加買 反而比較多一點的 買的比較多一點是 統一和育融 我這兩家在增長 增的比較多 其他的我大概都 這兩年都保持在那邊不動 統一跟育融是你加碼的 加的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就特別加這兩家 一個是看到新聞嗎 統一已經把加勒服務合併了 而且統一其實它逐年 它的營運獲利都在慢慢的成長 它成長得很慢 但是它都在成長 你從我大概2000年的時候 開始買統一的時候到現在 它其實你看那個距離 就慢慢像蝸牛一樣的往上爬 這樣爬上來 所以我對它 一個還蠻有信心的 那第二個 當初這邊是200張也是想 抽個整數好了 有的時候領都鼓勵下來 我發現你都有整數比較多 對 所以是這個情況 那易融是前幾年突然發覺的 好像不錯的一家公司 然後當初買第一張的時候 還有看錯股 沒有看到它還有配股票 我就已經覺得很不錯了 所以在89塊的時候買的 對 我第二張追上去已經90多塊了 對 就這樣子慢慢發覺它不錯 就存 這兩三年就存到差不多30 30張多一點點 對 所以現在這種最高點萬八 接下來這個18619過一直過高點 這樣子老師存股會覺得 你說你要跌才存 如果像剛剛我們分析的 就主身段來了 這個存股足會不會下不了手啊 也不一定 像我的原 我不曉得別人怎麼想 我的個人在想法 那譬如說它等 我會等到來年 過完年以後 慢慢 它公司就開始公佈 它要配搭多少股息了 那我再看看 說現在股價有沒有過高 如果沒有過高 對我來講 因為我持有的成本夠低 我隨便再多買一張 其實我成本沒有增加多少 但相對我鼓勵會多一點 那時候我會 如果正好手邊又有一筆銜錢 我就會再增加 但增加的比較有限 好 就是看它的配息的情況 殖利率高低來決定要不要買 對 那我就用兩三個月時間 就可以配息了 那時候就會考慮 說要不要再增加一點 好 因為這個謝老師其實選股很豐富 那現在很流行是ETF 你沒有想說我看你都沒有ETF 不會想說買ETF嗎 沒有ETF 高股息ETF這麼多 是沒有錯 也符合你的需求 那時候我在想一個比喻 就是說我很喜歡吃牛肉麵 今天路上牛肉麵那麼多家店 我不知道哪家 我不能每家都去吃 我只好找一家 我有合口味的 我就吃那家就好了 那我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因為我已經有了這些股票了 我大概就沒有再去買ETF了 因為那個對我來講 我說我就保持我一年領一次 鼓勵就好了 我不一定要三四個月就領一次 而且還看到有一次 有個宣傳上面還講說 你的配息有可能會碰到 配到你的那個 配本金啊 有可能啊 對 有可能 那我想說那我不要好了 我就 也許哪一天我會買個ETF做比較一下 但是目前沒有 好 我覺得謝老師 這個很大的特質就是他很淡定 不管市場怎麼長長跌跌 他永遠都很淡 你要走自己的路 這個過程中 你有沒有 都沒有任何覺得心慌的時候嗎 有心慌過好幾次以後 後來發覺結果好像還好 所以就慢慢越來越不心慌了 對 像上次我記得那時候 剛疫情爆的時候 我上次聽一段節目那時候 還問我一個禮拜跌到700萬 那後來發覺 那你還是笑咪咪的啊 連本帶利又回來了 所以經過幾次顛簸之後 你會發覺 這個方法其實還蠻穩 而且很省時間 不必花很多腦筋 我去可以花時間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你平均 多久檢視一下你的股票 你有每天看盤嗎 沒有 偶爾看一下 大概有時候 像我這幾天漲得比較高一點 我可能禮拜五就會結算一下 看一下資產增加了 差不多禮拜五結算了 2023年最後一次交易了 對 就結算一下 那當股市跌得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我就 就乾脆不要看它了 反正 但是我看的時候就是 唯一的一個目標 有沒有便宜好減 OK 如果沒有我就捏過了 好 所以2024你現在的佈局是 就按照你原來這些繼續加 對 繼續按照我的步調嘛 好 那我現在手邊還有一點 去年配股配息 留下來的錢沒有買的 嗯 再加上 手邊可能還有一點行情 你就看一下 當然我最重要是要等 他明年那個股東大會通過 要配多少股息的時候 那些續集出來 我再做決定 OK 還沒有新的標準 因為資金還是有限 對 好 這個是謝老師的方法 我覺得他最大的優點是 他很相信自己的操作方法 然後具體執行了20年之久 所以這個其實報酬率也非常豐厚 鼓勵也領很多